看一下我的西湖 这个是种成 你看现在讲养出来的每一个根 每个基条的话就非常的大 非常的粗 就是因为的话用了这个乌毛极 这个乌毛极桩的话 有些朋友很不懂 它说问是不是像沙木桩一样 其实跟沙木桩不一样的 沙木桩的话它是木头 这个的话它属于是乌毛极桩 这些的话它懂得是 一个是它是毛茸茸的 比较保湿 里面这个根系的话 你看伸进去的话 它比较容易保湿 还有的话就算浇水的话 它容易排水 水上的话它不用积水 在这个这个西湖的话 在上面挡住上面长的话 非常的好 你看现在这些根系的话 都慢慢的话爬进去 整个的桩的话都爬满 现在你看这个小苗一样 本来的话这个桩 我们可以移走 这个桩这个小苗可以移走 但是的话它现在整个鸡条 滑上去以后 它已经吸引这个环境了 它长得非常的快 可以看到现在这些的话 全是用五毛级桩种的 你看这个是金叉洗湖 像这种金叉洗湖的话 我们可以可以直接剪下来育苗 像这种的话可以育苗 你看像这种小苗的话 在这里长出来 根系的话它是慢慢的伸进去的 有些朋友说像这种的话 种洗湖怎么样 你可以看我的 看我的这个根系非常发达 有些朋友不太会种啊 用洗头啊 用其他的木桩种 其实这种的话它是非常好种 只一挂起来可以的 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的话都是用五毛级桩种的 种了以后啊不用怎么样挤 放在天阳系的给它 如果说夏天很很干的话 可以每天喷上水 要不然的话用这个防晒网给它隔篮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像这些的话 我们都是放在这里去养护 这个是种成啊 这个是笛壳啊 这些的话是体皮 体皮的话根系 这个根的话比较小啊 但是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可以看到现在的话都是慢慢伸进来 你看啊 这个整根的话就是伸进来的 这个是体皮啊 看下你们要喜欢的 像这种的话 我这边的话很多这种五毛级啊 如果说你们需要啊 可以跟我说啊 我们山上这边的话都要啊 这个种洗壶的话是非常好的啊 整根的话就是非常的粗壮 对吧啊 这些的话啊 养起来的话就非常非常简单 里面这些的话就是长出小苗了啊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啊